今天来是我们的独家讯息 喝红酒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但是提醒您了 怀孕的准妈妈 红酒真的是碰不得 因为每个礼拜 只要一杯大约是80毫升的红酒 就可能造成胎儿的脑部发育不良 不只是红酒 任何的酒类产品都不适宜怀孕饮用 怀孕的时候 妈妈照顾肚子里的宝宝 可是一点细节都马虎不得 但是您知道吗 喝红酒虽然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但是对孕妇来说 可是万万使不得 而且每周只要喝一杯 大约80毫升的红酒 就有可能造成胎儿在腹中短暂停止呼吸 酒精会经过胎盘 然后经过脊带到小孩子身上 影响到这个胎儿的发育 特别是神经系统 尤其是大脑的发育 可能会有萎缩的危险 英国统计显示 每100名婴儿就有一名 是因为母亲怀孕时喝酒 导致胎儿出现先天缺陷 国内妇产科医师则是建议 在怀孕期间最好禁止喝酒 因为最严重有可能导致胎死腹中 其他像是具有刺激性的食物 也不要过量食用 避免影响宝宝的身体健康 记者纵报道 因此,竟然会是哪一个小时的食物 我一定会用于宝宝的可认